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早晨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也希望大家继续收睇周末频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广告和利用Superfans的功能 赞助支持本人 希望看完这段片 多些分享给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是很重要的 我们今天说什么呢?周庭 为什么还要说周庭呢? 因为有些新的exposure 我看到他用日文也好 英文也好 都接受東京电视台的访问 TV Tokyo也很好 也安排好记者 中村先生和他做访问 当然 我觉得中村先生的英文 我有时候听得很抓住 周庭抓住了 周庭说英文也慢慢说 慢慢说 但是说得很清晰 OK? 你要100分的英文的地方 当然不是我们要求周庭的东西 但他表达清楚 也都是将他所在心里面上的照片 然后呢 遲量遲量地看出来 16分钟的片 希望大家有机会 可以上TV Tokyo 去看得到 如果大家懂日文的话 也都有日文的专访 希望大家 好好地去看一看 这个有关的报导 光传媒有一个好好的报导 我说了出来 我觉得现在在时下香港的传媒 你不要期望 香港任何的主流传媒 会报导周庭的新闻 因为周庭一开始被问到 喂 你会不会怕 就是被香港传媒访问你 是不是日本传媒会访问你 但是 你是不是怕香港传媒访问你 他说根本不是怕香港传媒访问他 是香港传媒怕访问他 the other way around 因为你访问他 今天是什么意思 先划罪 所以大家都不想做这些新闻 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 日本媒体 TV Tokyo 就是专访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 他透露去年 2023年向警方申请出国留学的时候 警方要求他抵达加拿大之后 收集海外人权人士的情报 overseas activists 收集这些人的情报 然后交给香港警方 之后他就像深圳一日游那件事 所以这一件事 被要求收集情报很重要 周庭引述警员说 你去了加拿大之后 不考虑和警方合作吗 最终他拒绝去做spies 拒绝做间谍 翻查资料 去年年底已经解散的 学生动员前召集人 钟汉林来到香港 曾经指控国安署利誘他成为善人 提供社运人士的资讯 就是overseas activists 你去到那个地方 看到张军阳 看到周永康 看到许永庭 等等的人 譬如说其他 我不能进入这么多的人 将这些东西一网打尽 收封 帮中国做事 就要他做这些东西 我也可以很肯定地跟大家说 我接触到的人里面 放了出来 已经去到外面的 亦都不断或不时被国安警察打电话去骚扰 要求提供一些海外人权人士的资料 要求他做间谍 要求他套料 要求他将他自己见闻目睹的东西 取信于海外人权人士 之后 将他做这个间谍 帮中国做间谍 这个绝对存在 那这件事的话 你拒绝 那第一 会不会导致你其他的人士会受到影响呢 这是第一 譬如你的亲人会受到影响 活在香港的亲人会受到影响呢 这是第一 第二件事就是说 你就算很撇脱 在海外的 会不会相信这个 刚刚出冊的人呢 大家会不会半信半疑呢 用时间去证明一切呢 这些情况呢 很多人离开了香港之后 去了外国 虽然是 像周庭那样 读书 不读书 但读书 都会被人家白眼 或者被人家护疑 这个是绝对有这样的可能 所以他们要承受的更加多 就是他们既要 讲真话 行公义好年文拒绝和中共为伍 拒绝做间谍 也都要捨得牺牲 不但自己不回去 还要跟香港很多人切断练 甚至没有做最坏的打算 而各人都要有觉悟 另外 接触他的人也都要相信他 所以一切都要用时间 来证明很多东西 这个是个悲哀 周庭等人为香港牺牲 那么多 为他自己的理想 为香港人的理想牺牲 那么多 都依然会被人家说 喂 你是不是做间谍的 当然现在极少人会怀疑周庭 但我只是说 会有很多周庭 你离开了之后会有这样的情况 有些可能是 有些可能不是 半信半言之间 如何处理呢 这个真是一个问题 所以继续去搞分化 是不是 继续去搞抹黑 继续去搞很复杂的 表里 你都不知道真与假的东西 所以我们做很多的评论 或者做很多的一些 activism 抗争 社运 或者政治运动 必须要是 把心 放得很宽 去接受不同的东西 同时 亦都是 最金睁火眼的 避免被滲透 以及拆反的 很多东西 抗击共产党统战的策略 我不可能在这里说完 但我就说 一定要有 外面一套 以及核心的另一套 这点是重要的 OK 日本TV Tokyo 在3月11日 在YouTube播出周庭的影片专访 他用英文接受访问 透露去年向警方提出想去加拿大升行 被警方详细查问他的家庭、朋友、居住地点、收入 往往参加政治组织和政治联系 周庭说 They asked me Was I willing to provide like information of other overseas activists to them after arriving in Toronto 警方曾经问他 问他 是不是愿意在抵达多伦多之后 提供其他海岸民权人士的消息 在日文文字版的报道 周庭更加引述有警员问他 去了加拿大之后 你难道不考虑和警方合作吗 他形容说 这是中国政府经常使用的手段 最终他拒绝做间谍 拒绝了的话 可能就无法去加拿大 当时就真的很害怕 他拒绝做间谍 因为拒绝了之后 可能就没办法去加拿大 他心心畏惧 周庭回忆就是说 在拒绝帮警方收集海外人权人士的情报之后 就发生了警方邀请他 去到深圳的外国之旅 深圳一日游 以及被逼写下悔过书的事件 即是你肯可以做间谍 你可以做间谍的 可以 你不肯做间谍呢 那你外国一日游 OK 参观腾讯 是不是 他说 香港法律条文 并没有相关要求 没有说你要悔过书 或者你的爱国之旅 在香港法律有没有有关的要求 没有 是完全无法无天的了 盖探香港已经不是法治的城市 又批评了警方威胁人权的人士的做法 越来越接近中国公安的做法 翻查资料 学生动员的前召集人钟汉林 去年年底去到英国尋求政治庇护 曾经接受传媒访问 指控警方 国安处理由他做善人 收集社运人士的资料和行蹤 警方每次提供港币500-3000元的善人费 当时警方回复传媒事后 没有正面回应善人这件事 即做针、做间谍 说根据国安法第17条 收集分析涉及国安的情报信息 属于处方的职责 即警务署的职责 而程勾处其又表示 中汉林违反监管令 并且网上明目张胆 发布支持港独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 已通报其他执法部门 向中汉林发出通緝令 在专访中 周庭 周庭被问到 未来会否继续做人权人士 他想了一会儿 接着就说 过去三四年的经历 令他明白自由的重要性 未来想享受自由 说自己想说的话 做自己想做的事 In the coming future What I want to do is to say what I want to say to do what I want to do just to enjoy my freedom 他没有正面回答自己是否做activist OK 也我觉得没有需要逼他做而不做 他放空地回答是绝对正确的 他没有说yes or no 他只是说 说他想说 做他想告 做他想告 自由就是最重要 这个我完全觉得very good 就是 我觉得是 完全应该是尊重 和鼓励他这样做的 周庭说 令世界各地的人 知道香港的现况 和他的经历十分重要 就是他要给全世界知道 香港现况是什么 他23条是什么 是吧 香港四大案件是什么 是吧 香港现在如何缠制 做所有的事情 金融差到怎么样 经济差到怎么样 日夜都分分是什么 城市经济的真相是什么 黄金交叉是什么 全部要搞清楚 他自己的经历 现身说法 没有人可以替代他 说出他的实际经历 周庭都概叹 香港曾经拥有某些自由 可以投票 可以示威 就是demo 就是demonstration 可以示威 向政府说 说不 但这些香港优势 现在已经消失 作为港人是非常优势的 还有他有一个很重要的 他说香港已经没有一国两制 即是1997年 承诺国的高度自治 一国两制 全然一掃而空 没有了 已经没有 即是香港已经没有一国两制 很清晰的 TV Tokyo 记者问到周庭有什么 想说给世界各地听 包括日本的年轻人听 他呼吁 不要把自由视为理所当然 Don't take freedom for granted 不要把自由视为理所当然 这个说话我觉得非常好 我在台湾都和很多在节目说过 不要把台湾的人权民主自由法治 和现在真正有我们的台湾的所有的实际的主权 和美国日本的良好关系 视为理所当然 自由靠勇气 和平靠实力 要用实力 勇气 决心 每一秒钟都要捍卫 不要把所有得到的东西 视为理所当然 不要把自己有生命 身体健康 自由命与财产 视为理所当然 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东西 有机缘巧合的 也有自己刻意捍卫的 但是不要把事情视为理所当然 特别是作为香港人 明白自由有多珍贵 失去自由是多么痛苦 这个黑骨铭心的经历 也都是将这件事 用轻轻的语调和大家带出来 周庭在村方说 对于被警方通缉 并非那么震惊 但说自己不担心 其实是假的 因为中国各地 当局在世界各地 都有海外警察 仍然会忧虑在多伦多的人身安全 那你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你看到它在Yong Street 我去过 那个地方就是 全世界最长的一条街 一直去到Hudson Hudson Bay 那这个是Toronto 由北向南 南向北向南 南北族的一条街 那这条街就是穿过North York 一路穿过 一边是Marcom 一边是Richmond Hill 如果大家去到Toronto 你记得了 这条街是一个地方 市政厅附近 就和有关记者 讲人文 Say Hi 我会觉得很touching 就是 这一次是它第一次 全世界第一次 去到户外 和去到它家里外的地方 接受海外媒体的专访 这一次是第一次 所以这一次是相当震撼的 这一点就是在这里 就是看到它走路的样子 看到它的面容 看到它的笑声 看到它自然的真情流露 看到它海外的一种动态 我觉得以前的周庭慢慢回来了 就是我觉得很开心 也希望更多更多 香港的年轻人 中年人 老年人 如果在监狱里面的 或者大监狱里面的其他人 能够得以享受到周庭这种 纷纷 好奇 精神 自由 这一点是我们很希望做到的 希望更多的周庭 能够活出自己精彩的生命 也希望周庭平安幸福 海外有很多海外警察 仍会忧虑多伦多的人身安全 要非常留意身边的人 他表明 他说自己 现在没有在加拿大申请政治庇护 他没有说一定不会申请政治庇护 但他表明就是 他现在时至今日没有申请政治庇护 现时仍然是持有学生签证 预计到明年年中 他说一日六月一日八月 我看那段片 他不记得具体日子会到期 暂时未有未来的路向 究竟会怎样 不知道 但他暂无此计划 但不是承诺大家 绝不申请asylum 没有这样的事 即是他没有这样的计划 现在没有这样的计划 没有想过 希望做学生 那之后的事 之后才算 yes 见报行报 因为 信息万变 be water 港府在周庭去年12月 气保拒绝反港之后 表明追究到底 今年2月透露 正式通缉周庭 又警告 如果不自首 将会面临终身追捕 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 批评周庭 以受害者姿态 企图自我制造一些光环 薄取同情 黑球外国反华势力的包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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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曾玉成都说 反华境外势力不是全部都是魔鬼 因为他太空城 他的嘉宜仔 每个都拿了加拿大国籍 是不是 这样的不是 每个境外势力都是魔鬼 是不是 你照一块镜 照一块镜 照一块镜 曾玉成 你说这些是没用的 你再吵 攬炒你 是不是 地下党找你来祭旗 这些半途中的开除 是不是 你问莫美娟 是不是 你自己问问那些人 容海恩 看是否会开除你 是不是 新闻党是否开除民间联系 和新闻党民间联系 共产党 地下党 红线灰线 白皮红心 什么都有 还有单线联系的 那些 閒旗冷指 我说过的了 这些是情材一篇文 四类共产党员 红线灰线 白皮红心 和一些单线联系 藏得很深 关键位置的 閒旗冷指 那这个就是共产党的手法 统战 工运农运 学运匪运 黑社会都是运作起来的 小桃园 跟着这个 元朗 不知什么 什么 哪个黑社会自投的 都有共产党的手赢 全世界都这样运作 你到美国都是这样搞 你用美国黑社会 会帮中国做事也会有 你用加拿大的黑社会 黑帮帮中国做事也会有 不需要弄髒共产党的手 所以你说这些东西 不怕吗 不只是说 海外警察集 是中国会运用大量的工云 学运 很多东西去做这件事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东西绝对不简单 我想在整件事来说 大家都知道 多给周庭 可以多多留言给他 也希望这些声音可以给他看一看 特首李渣昭去年年底 曾经批评周庭出卖成信 说警方尝试宽大处理 但良好议员换来换骗 你怎么宽大处理 你叫人家做间谍 大佬 逼人家深圳一日游 逼人家写过书 怎么宽大处理 良好议员换来换骗 怎么换骗你呢 是吧 你放得他出去 你就要接受这些结果 怎么良好议员换来换骗 用这件事来打他 说他没有道德 其实最没有道德的就是你共产党 你自己黑社会 全世界最大的黑社会组织 就是中国共产党 全世界最大的恐怖活动组织 恐怖主义组织 就是中国共产党 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 全部就是恐怖主义 接着你跟我说 你说这些人想逃避你的魔掌 就是说 哦 门骗 出卖成信 被问到周庭曾经 要赞写背过书 以及被要求到深圳参观换取出国 李家超就不回答了 个案细致不宜评论 但追捕任何逃犯之后 相关资料会否作证据呢 会留待执法部门去处理 换言之 你根本上就是老虎 狮子 禽獸 在做绑匪 绑架全香港的人 尤其绑架周庭 禁锢他半年 监狱在折磨他 之后不断地限制居住 禁止联络其他人 要他跟现族的朋友断纳 以前前陈断纳 Facebook Instagram 所有世界媒体断了 只能用相机拍照 这些什么生活 每天在监督着你 每天周不时 就跟你在圈寒敏戀 精神骚扰 接着要你做间谍 你回答不是吗 送你去深圳一日游 再观察 香港国安 中国国安 才让你走 这些什么世界 所以我就是说 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操作的 所有放 就是有很多人能够出狱 离开小监狱 跟着离开大监狱 都是被交托要做间谍的 这个绝大多数 未必是个个人 绝大多数都是要这样做 所以我就说 这个是牵涉到牵延大波 就是说 这个是对于 你不要从香港人 或离散港人的立场来想 你从所在国的国民 譬如台湾人 加拿大国民的心态去想 哇 你是不是那些鬼来的 真的人家会这样想 人家 Agnus Chow 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 不是嘛 但你不可以说 个个都是 就是跟Agnus Chow 完全等同 之后呢 在这搞分化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就是说 知道 不是说 不睹灰不割席 你要睁大眼看清楚 而很多东西 没有必要呢 就是 将一些东西呢 有证据的 我会说出来 没有证据的 我不会这么说 这个就是我的做法 OK 所以希望大家都明白 这件事呢 不会这么过去 香港情况呢 相当复杂 就是 你说 律政司或潜途者 特区护照永久取消 考虑归案之后 罪加一等 我才问你了 第一 你永久撤销 这样 你怎样 去使得其他国家 也都知道呢 你是永久撤销了的护照呢 还有我还问到一个问题 我本身有护照 你不撤销的护照 如果假设我是潜途者 我拿着一本有效的特区护照 当然我没有一本有效的特区护照 假设我有一本有效的特区护照 跟着呢 哎呀 你不撤销我 我就可以拿着一本护照 申请航班 点点点 哎呀 我要搭回 由台湾回香港的航班 去自首嘛 你撤销我的护照 假设我只得这本一千零一本的护照 什么都没有 好像年轻人 没有BNO 又没有其他国家护照 得本特区护照 特需护照的 你撤销了它 我想回来自首都不行啦 猛丙强 你撤销我的护照 那又怎样 我买不到机票啊 大哥 不是你一声 哎呀 航空公司 批它过来 不行的 他们说 你没有护照 可以申请签证的 你申请签证 我特批给你 你给签证给我 就不给护照给我 你给签证给我呢 就觉得不是在制裁我 这个 这个 对我这件事 没有伤的 你给护照给我就有问题的 这是什么point来的 是吧 你撤销我的护照 代表什么呢 你想它困在那个国家里 什么都走不掉 浪费 那些人 申请了政治庇护 你当其他人 就是其他国家 当你白痴吗 你做得这个 潜途 被人通缉了 那人更加有 有point 去申请政治庇护 做难民 各国都有类似的做法 有不同的名称 所以我就说 你这样做法 很愚蠢的 萧敏旋 律政 处理律政专员 可以说出这些废话的东西 是吧 跟着港府还要发稿譴责 Committee for Freedom in Hong Kong CFHK 要求美国制裁中港官员 香港democracy council 负责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 回应说 港府声称尊重人权的极其讽刺 政策和倡议专员 许永廷Francis Hu 就说 派间谍在我身边周旋 发出100万元想通策令 指出CFHK洞下官员 却完全忘记自己如何威吓海外港人 真正做到长臂管轄、威吓管轄 不断养造经济脅逼、人权脅逼 甚至干预各国的主权发展利益 就是这个中共政权 就是港共政府 即是你将Committee for Freedom in Hong Kong CFHK 标签为反华组织 这件事是喪心病狂 当然你这样搞法 外籍人士在香港会更加不安 金融时报说 港府政治言论令到很多外籍人士不安 银行家忧虑有旅行禁令 或者禁用WhatsApp 高级外籍银行家说 如果其中一家进职审查公司 激怒了某个人 会怎样呢? 拉人、封艇、搞到你破产 有个Banker说 怀疑WhatsApp是否可能被禁用? 第一 会Bug你的WhatsApp 全面知道你每一秒钟写些什么 有什么相片、有什么文字 第二 会不会禁用呢? It's a matter of time 今次23条立法 未那么用 未那么WhatsApp 未那么Signal 遲些就有可能了 银行顾问说 一些consultant说 数据安全 Data Security 在数据安全方面 Information Security方面 香港是否真的被视为中国的一部分 答案是 是的 OK 不要怀疑 是 再问多余 OK 你看看23条 专心一二 止心23条 两日取消五个委员会的会议 福利事务委员会 推动照顾者 为本政策小组委员会 房屋事务委员会 食物安全环境 卫生事务委员会 2023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 组案委员会 全部搞了 正是搞了23条 最高指示 习近平要搞最高指示 止审23条 透过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 排名第六的 讲给全世界知道 尽快完成 Go Go back to Hong Kong Do it immediately Expeditiously 不懂得说英文的 尽快啊 最后你就整班奴才 遵命 Yes Sir 市长官 今天就回到香港 所以我这些 离开到老虎龙的 周庭这些离开到老虎龙的 尤其周庭 他承受 很多很多的 残酷的对待 也都需要他一段时间才可以回复完全的正常 希望他能够得到幸福 完全尊重他的自由 而且觉得他精神饱满 我觉得最大的得障 就是他的精神饱满 看到他能够继续为香港发声 为他的经历发声 见证历史 为香港的时事继续发声 我希望他加油努力 也希望不要给太阁的压力给他 鼓励 欢容 尊重 希望下一节再说其他议题 我希望他在这里 这些离开到 这些离开到 那些离开到